這幾年來看 我想台灣也算是比較多人申請 其次是澳洲、美國和加拿大 投資門檻最高的應該是澳洲 因為澳洲是500萬澳幣 相當於3000萬港幣 其次應該是英國 英國是200萬英鎊 相當於1800萬港幣 以港幅利來說 美加澳紐也好 傳統移民的國家 基本上如果真的失業 有失業金 也有醫療保險 也有退休金 甚至去到當地 或者工作時間 甚至當地工作時間很短 去到退休 你拿的退休金也很少 也不夠生活 這幾個國家也有額外的補助 務求令他們的國民 不會在當地生活不了 我們要求和他 留意 都很難 我們要求